然后我就说你想吃什么 我说我好想吃那个甜不辣 回头牵刺我也 十点多钟 我一回头就一部车 停在我十公尺后面开过来 一转身 把警察拦下来了 上车 去哪儿啊 我太太以为是送她回家 转关 我上车我就告诉她 就为了吃个甜不辣 在民国69年 我一个月赚不到三千块钱 69年听到我才五岁 我们都还没有出个人生 69年我们还在出生 现在不要再跟我争了 我就是五岁 你们的问题就这样子 不要再争了 69年就为了吃个甜不辣 从台北 你说都快哭了她都 不是啊 你说你五岁 你为什么你吃不太多 狗号动物 狗号动物新生难度 拉回往回就上基隆 去吃夜市的甜不辣 哎呦 我的妈呀 就赶到的时候呢 算你狠 还好我老婆在桌子 吃饭男主角 你 好 好 很浪漫 鼓励一下 来 这边请问 OK 我想请问一下 以赵哥你这么的丰富的知识 跟很高的人生哲学里面 你会不会有跟太太 或者是应该是说 大宝会不会有点跟不上你心灵上的水平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取得平安点 我刚刚已经说类似了 我二十多年才知道她没有提我再说话 你应该会针对事情讨论的时候 我太太我太太智慧比我高 就是她不愿意表现 我太太给我 在生活中最大的空间就是她容许我放肆 你能多放肆 你结婚之后三十年有放肆 所谓的放肆是一种心灵的放肆 我心灵尊严的放肆 我太太给我很大的一个空间 比如说我们在相处 刚刚还没结婚前还没订婚以前 她知道我后来知道我的底细 这臭小子 没有什么钱 那她那时候她的工作 她就收入就很高 她出入都是吃饿子带的 也不像我穿着带的 她从来就是上班就是洋装套装 所以她吃的东西都是这样的 她去的餐厅都是这样的 我根本不担不起 后来就是这样 她一样吃西餐 那我其实是一半不爱吃西餐 一半没钱 所以她每次她叫个地方 我一定是炒饭 所以这个也对 因为我也合胃口 结果她就误解我没有钱 我事实上也真的没有钱 副帐我真的有点皱眉头 还是咬了牙去腹了 她就 我要去副帐 她就搭我一下 从底下地张五百块 然后从那一次以后 我就很感动她的感觉 我对她做该做的事情 下进车一定是我开门 她下车 上车一定是我开门 她上车 二话不说的 做她的女王 进门 不管是白货公司饭店餐厅 那个是电动门一踩就开了 她都不踩 她不踩等你去踩 我踩她走进去 她真的是女王 她站在那边 我要拉椅子她坐 我没有伺候过任何女孩子是这样 她是第一个 我心甘情愿 可是她给我的空间非常的大 到外面她绝对不讲话 绝不多言 你这整个的态度跟小李子有什么不同 什么小李子 小李子在外面是蛮感动 我老婆 我老婆她不敢坑气的 我一日三三叫了饭 她三顿打 我再来 你脸都不辨色 她知道你后面子 不是 她就是给我这空间 她给她这空间 所以才知道了吧 她做的一切行为都是这样 她说 所以 你再多嘘就大死 你还不会吧 所以你说 我说的这些东西 她听了进去 她会分析的 那她不知不觉 这有沟通吗 你怎么好沟通 她就是看到 你们这个互动不是沟通出来的 没有 观察我长大 我在这个五个指头里面 翘翘翘去 她会不知道我干嘛吗 套一个俗话 屁股一撅就知道 拉肝的吃的了 老婆智慧也高了 对 好 来 雨洋老师 我觉得那个赵大哥 因为博览群书 然后确实很有自己的人生的 这个生活的很多的心得 你是不是建议一些 我们时下的年轻人 就是不管是孔孟老庄 许莫函 你觉得有哪些书 哪些经典是他们现在这个年纪 一定要接触的给他们一点建议 哇 这个问题非常的heavy哦 现在人家一定要接触的书 给一本就好 好不好 No 读万卷书 心万里读 都要念了 这个读书 重点除了吸取知识以外 就像写毛笔字一样 是端正行为的东西 写毛笔字不是在 主要说写的多漂亮 是静定律德 是你的一个端正心的一个方式 所以读书 你要拿这种这种态度来读书 所以毛笔字不懂 最好的书 不是心灵的书 不是有心的书 而是整个的生活给你的一页 又一页 你把每一天当成一页 你有好好地去读这一天吗 你有好好地去回忆这一天吗 有反省这一天吗 你有仔细观察过这一天吗 有人说记忆不记性不好 所以他记不得太多东西 是错的 你有很好的记性 不是用脑子去记 是眼睛看的 你有看的吗 你有看得仔细吗 你有听出所以然吗 你有闻到是味道的吗 看吗 谁叫你问这个问题 所以不是 袁老师这个话很好啊 这就是一本书 但是唯一实际的东西 我要讲就是 不要看超乎你明明 可以承担的书 对 然后有一些 你在二十岁以前 十八岁以前 你接触太多的逻辑的思想的 这样的书 你自以为是的 均衣用 你显现出来的是 好像又以前 连人的一些表情 跟态度 跟语气 甚至作文也比人家强 人家会觉得说 哦 同材之间你最优秀 可是你也不过是 比他们快跑三天而已 三步三年而已 等到因为你是无人吞吞的下去 你没有真正的体会 你也体会不出所以然 你表现意外的 不是你的思想 而是一个别人 大家思想的拼图而已 嗯 所以容大家思想于一身 是多么难得的事情 你太不自量力了 太早去做这个事 请把握机会 是 赵教授能来这儿不多 我要问一个非常多人 想要知道的问题 所以 就是从加拿大回来之后 陆续拍了几部偶像剧 从蓝球火到痞子英雄 那里面呢 到底是痞子比较会演的 还是英雄比较会演 还有为什么 是痞 你说痞子演的好 还是英雄演的好 不是痞子比较会演 还是英雄比较会演 那两个人 为什么 他怎么敢讲 他怎么敢讲 当然敢讲 他从道以为 最大的表演他就是 你说这冷气都是 冷气不足 嗯 不真冷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当然是英雄会演 为什么 谁会演 英雄啊 为什么 为什么 英雄不怕出生地啊 会演是英雄嘛 你看那 你怎么会欺负他 这我 蛤 你媳妇啊 我好有 对 而且英雄是真的演的好啊 会演是 会演是 这种朋友多难 他跟他相处久 他理念把他自己给放弃 捧成英雄的场 这种哥们是哪里找 哥们 那他是一个真的很有胸肌的哥们 对 潘加丽要为什么 就是如果有一天啊 你发现到你的儿子 是喜欢同性的 然后他把他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带回来 给你看这样 你会怎么处理 怎么跟他说 或者会说什么吗 跟鲍伊老全吧 鲍伊老全 你希望 哥哥也好 弟弟也好 喜欢的是异性 希望 是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天地有阴阳嘛 答案不留心 太阴阳阴阳阴阳 是啊 可以分享这些 当然 也因为他的教育方式 教出了一个还不错的赵又婷 我们会觉得 其实 他的说法很值得参考 对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好男人 也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播出以后 你会知道哪些是你想寻找的对象 幸福的另外一半 希望每个都找好男人 好不好 谢谢 谢谢